我就是我孩子像田氏一样 我骄傲 有这样的女人 我挺骄傲的 现在的女人 田氏一样女人 还给我回来 一开始 警方说的是 枪奸这人死亡灰尸灭机 他说到监察院里起诉 现在是十年枪奸 也都是毁灭整理 好像孩子的死 一句话也没说 从信仰师范学院回来 在那上大学一年纪 放出家回来 我在家带他去 到医院看看我母亲 将近九年十年从家走 我家人也都是 到十年发现 也都是到十年十年发现他不在家 就在把附近 把里面 他比较要和那一皮找 没找到 没找到 完了以后又辐射到其它地方找着 找到十二年还没找到 十七月早起以后 听我村三公里人 三公里人说以后 冲北弹牌路上 有个女孩出车祸了 我父亲当时一看 别人都说不想第一线长 当时先没啥车干净 当时绝对不是车祸 慢慢的最后我要些时间 是便于车 料呢有用成年 从前监控上也都是 大概夜日十几点钟 女儿被她骗上车 说送女儿关回家 也都是带到 有带好员逛船吃那碗 完了送她打人法 完了女儿从那下车 一个人走着回来 但是以后最后这个车又粘上了 搬车送女儿回家里干家里 女儿又太天真了 被她骗着带到她家里 她带着女儿 大概连五十多 要到这进销区 上楼可以看到电梯流的监控 从这以后她都看不到 只看到她四年快五年时间 她拿着女儿的鞋下楼 下楼以后 完了以后她抱着女儿 抱着女儿放她喝必想的 就犯罪嫌疑人 当天深夜在喝酒之后 在大街上看到了已经迷路的罗某某 就新生对罗某某进行性侵 强奸的意图 之后采取尾随大膳和帮助其回家为友 让罗某某上了自己的车辆 带回自己的家中 之后罗某某进行了反抗 并以要去卫生间为友来规避性侵 罗某某自己讲在这个时间她休息了一个多小时 之后发现到卫生间去找这个罗某某的时候没有发现 然后到这个楼下进行了查找来发现了当时罗某坠亡 之后呢讲这个罗某某的事情放入自己的后备箱当中 并通知其座公务员的这个弟弟来伪造交通事故的现场 目前这个案件呢是由丹町县公安局已经向丹町县人民检察院 以犯罪嫌疑人这个罗某某人涉嫌强奸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来提起审查起诉的 并且是对罗某某坠走死亡啊 是有一个清知认知的一个放人的态度 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对这个罗某某人呢 应当以强奸和间接故意杀人 以及帮助毁灭伪造证据 数岁病房 不能看见人家死人 我看见人死人了 我看见人天咬你 我都不能看你 我都一直都不能看你 他去年回来从哪里 自己找人的经感 你们上学生纪挺好的 他在普通门里都学习就占千奇命了 我家的人从来没有仇 孩子从小都挺拐的 挺拐的 你看过他写的日记吗 看过 听孝顺 听孝顺 他说以前 以前都是我在家 父母出外当部 现在翻过来了 我上大学了 父母翻到全家 我只等他一会大了 又拨打我父母 父亲姐 你也发给我的短信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